前文在族的书接上一回 上次我们说的伯爷婆很想郭丁香做自己的媳妇 而郭丁香又没有直接答应她 说等范三郎以后能够读好书 金榜提名了 不嫌弃自己的 自己就跟她成亲 伯爷婆听了之后当然很高兴 一边对着郭丁香 一边说 哎呀 什么说话 我们两母子高兴都来不及了 哪会嫌弃才行 如果三郎真的有出头之日 你就是我们范家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了 三郎啊 你快点过来多谢丁香姐啦 范三郎上前一步 说一声 多谢姐姐 说完之后呢就啪声跪落地 郭丁香一手将她扶起身 她说 多谢姐快点起身 姐姐姐都还没多谢你的救命之恩呢 现在你反过来多谢我 快点起身 范三郎就说 我只不过是举手之努而已嘛 不过是举手之努而已 不过是你又答应教我读书 我当然要多谢你了 说完之后就跪落地 向着郭丁香扣了三个头 说完之后 郭丁香 看见这样 两行眼泪就夺腔而出 三郎 有你这句话 我便心满意足了 不怕老实说 我教你读书 与其是为了你 不如说是为了我自己而已 姐姐 你不要用说话来惊我啦 放心 我不会偷懒的 不是 这是姐姐心里面的说话 因为 因为我失败过一次 我上一世 欠了人一笔债 而我为了还这笔人情债 我不单止以身相许 还甘愿帮他做牛做马 但是因为我生不了弟弟 这个人就把我一脚踢开 起初的时候 我很恨他 也恨那些从中挑拨离间的人 我觉得人心太险恶了 甚至 我觉得男人太无情无义了 但是当我死过一次之后 我就终于想通了 姐姐的前夫王张王 他好食懒做 不学无术 而且空无太智 这是姐姐 我还没嫁给他之前 他的父母对他教化无方的结果 既然如此 那怎么可以怨你呢 姐姐 当然不可以怨我了 但是我也有错 我最大的错 也就是唯一的错 就是没有尽力改变他的恶习 反而有意无意地助长了他的恶习 我对他一美地迁就 三郎 这个就是我教你读书 不单止是为了你 也都是为了我的原因 听到这书 那客商就乐意不绝 国丁香就用了那一支 存在三代的金钗 当了五两银做本钱 就在十字路口的树 就搭了个棚仔 开始卖起风味小食来了 那凭借着国丁香的手艺 范大良的人员 很快去 那些生意越做越好 那一年之后呢 就建了两间瓦屋 两间铺面 那两年之后呢 就分别建了三座大屋 和一间酒馆 并且将这间酒馆 就改名为东厨酒家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他们的生意就越做越大 国丁香日头就打理生意 晚上就教范三郎读书 而且一日都没放松过的 那很快去 范三郎在学业上的进步 就越来越大 不知是严私出高徒的缘故 还是穷人的小朋友 就格外争气 范三郎读了三年 就中了秀才 第四年 又以优异的成绩 就考取了监生 那各位 什么叫监生呢 监生是 国子监学生的一个简称 国子监是明清两代的最高学府 按照规定 必须是共生 或者说是 任生 才有资格入监读书 所谓任生 就是依靠自己的父祖的官位 而取得入监的一些官僚子弟 这种的任生亦都叫做任减 但是在当时呢 监生亦都可以拿钱来捐的 这种监生呢 我们通称为例监 或者说是捐监 监生呢 是在唐朝的时候开始有的 那么在明清的时候呢 就发展得比较快 特别在明朝的时候啊 监生就分为举监 供监 任监 和例监 好了 那么话说范三郎呢 就考取了监生 到第五年 刚刚是大比之年 就是那一年 刚好科举考试 那么郭丁香就帮他避捉盆穿 请了书筒 还买了炮掌 那么热热骂骂 送范三郎入京赶考 那么临分别的时候 范大梁 以及郭丁香 签钉足就万吩咐 无论金榜提名 还是明落孙山 一定呢 都要早去早回 以免令家人挂心 那么范三郎就实牙实耻 就一口应成 黑点不知呢 范三郎一去就三年 而且毫无音信 搞得个老母范大梁 以及郭丁香 终日茶饭不思 望到颈都长了 托人去打听了 但是好像石沉大海 那样毫无结果 后来听人说 他在途中因为病死了 但是又有些人说 他幸绑未中 自尋短见 还有些人说 是金榜提名 因为高中榜首 被皇帝招了做驸马 还有一些更离谱的 说他考不中之后 被省里头的大姑娘迷住了 结了婚 连儿子都生了 所以就不怨回来了 总而言之 没见好听 搞得两个心口都实了 都不知道怎么算最好 那么白爷婆就见郭丁香 已经到了疑纳之年 如果你说叫他再等下去 真的有些于心不忍 于是就劝郭丁香 找户好人家就嫁了他 但是郭丁香说 自从离开之前 那个冤家那天起 我已经无心再嫁了 当初之所以 答应你们 在三郎 功成名就之后 可以结为夫妇 与其是为了报恩 不如说 是我激励三郎 发奋读书而已 现在无论三郎 事成事败 回来还是不回来 我都无心再嫁了 我只是想 认认真真地做好 这一盘生意 为你老人家 让路送终啊 那白丁婆听了之后 哎 又感动时 又心痛是了 眨了眼 又到第四年 范三郎依然音讯全无 那白丁婆 又怎么都忍不住了 他想劝郭丁香 招个上门女婿 他想的理由就很简单 说生意太大了 想招个女婿 回来呢 就帮忙做下事 但是郭丁香不同意 那白丁婆就劝了几劝 郭丁香还发起浪泥 想说死了 那白丁婆就见他这么硬颈 哎呀 之后就不敢再劝他 但是他心呢 想自己快点死了他 就自己死了 那郭丁香就可以早日解脱 就不用拖住他了 所以时时做事 时时暗暗沉沉地骂个儿子 说他无情无义 没有孝心 完全都没人性的 都不知道死了边树 逍遥快活 两个女人的日子 总而言之难过就是了 这一日 郭丁香担着担菜河边洗 忽然间 听到远处挪鼓圈天 平临扮囊的猛烧炮掌 郭丁香心想 难道谁在这扮起事 那么站起来念高 他去装一下 这时他听到远处有人喊 行人闪开 行人闪开 新科状元范大人家到 郭丁香一听 他心当堂打个突 新科状元范大人 这些腰壳声除了郭丁香听他之外 在屋里面的范大娘也听得很清楚 他树起双耳 仔细听了两云 哎呀 是范大人 不是万大人 哎呀 我没听错 我没听错 哎呀 是不是三郎渠呢 想到这些 他就急着走出开门 人家装一下 谁知那门开了 范三郎就已经站在他面前 白爷婆当堂眼都定了 过了很久 他才说得出声 哎呀 儿子 不是真的你呀 哎呀 你回来就好了 你回来就好了 妈 我回来啦 你这个臭小子 我打死你 说话没完 两母子抱在旧楼 抱头痛哭 那各位 那为什么范三郎入京考试 足足三年 一点音讯都没有呢 在这书呢 我要跟大家交代一下 话说三年前 范三郎入京赶考 本来一直都是一帆风顺的 但是经过洛阳的时候 范三郎突然间觉得 是不是应该绕到国家庄 探一探国丁乡的父母呢 这个既可以向两位老人家 报声平安 又可以了强一下自己姐姐 这么多年来一直想回家 探望相亲的那份心愿 但是那个书童呢 又担心这样会误了考棋 一而再就再而三 劝范三郎 不如考完试之后 再回去探到未遲 但是范三郎不肯 范三郎不肯的书童 当然没有法子了 你说去就去吧 其实范三郎的想法是对的 是因国丁乡的父母 因为想念的女儿 狗思成侄 先后病了 十年前 国丁天家女儿 谁不知那些猴子 他们担着一招 一飞就飞上天 接着就不见了 国丁天和丁氏认为 女儿可能被妖魔鬼怪 劫走了 回到家之后 又发现黄公子送过来的聘礼 也都不见了 原先铺路的金砖 也都变了石头 你想想 是不是认真得人害怕呢 因此两个老人家 中日哭哭啼啼 没有教好睡 没有饭好吃 后来虽然不止一次 在发梦的时候 看到一个自称是兰花仙子的女人 告诉他们听 郭丁香的而且确是被黄姬的子黄将郎 取走了 说就是这么说 俗语都有讲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虽然有个女人 托梦给他听 女儿真的嫁了人 但是叫郭丁天和丁氏相信 真的都挺难的 唯一希望 就是能够见女儿一面 或者能够得到女儿在哪里的一些信息 但是一年又一年 三年过去了 五年又过去了 都没说说 女儿就回来探探外家 连女儿的一点音讯都没有 都不知道女儿生还是死 现在 眨一眼 十年过去了 两个老人家就日思夜盼 又加之年事已高 想啊盼啊盼啊 盼啊 想啊 心硬是屈屈不欢 最终就病入高方 当范三郎找到他们 将郭丁香死女逃生 并且生活得很好的消息 说了给他们听的时候 两个老人家 当堂识得落床行路 并且吹吹吹声 各自就吃了一碗鸡蛋面 那范三郎 见到他们两个老人家 这样的样子 他心当然很高兴 谁知 第二天一早 范三郎就发现两个老人 已经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有些朋友听到这书 第一个反应肯定就说 哦 这个可能是回光反照顶了 你猜得一点都没错 不过值得因为的 就是他们已经得到 女儿的消息 所以两个老人 走得也都很安心 范三郎就依照两个老人 留下的遗图 变卖了他的家产 隆隆重重的风风光光 安葬了两个老人之后 再帮他们做了七七四十九日的齋子 当书童再次吹出他上路的时候 范三郎就说 哎 走都没用了 考期都已经过了 倒不如帮姐姐在这书守候三年 这样一来 寄进了人子之后 又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 认真攻读 等三年之后我们再考过 三年很快就过去了 范三郎和书童再次启程入京考试 这次考试 范三郎就凭借着三篇文章 偏偏感受自治朱基 一举夺冠就中了一个投名状元 并且官拜礼部大夫之职 做到礼部大夫就当然为了 各位 礼部大夫呢 就是当时中央上面的官职 职位很大的 早在秦朝的时候 就由丞相太威 以及范四大夫 就组成中书机构 丞相就是管行政 太威就是管军事 范四大夫就是管监察和秘书的事 到了汉朝的时候 就继续沿袭秦朝的三宫设置 另外呢 下面还有九卿 分管各个方面的政务 而到了隋朝 就变成了三省六部制 这个三省六部制 我相信大家学过历史的都还记得 所谓三省就是中书省 管决策的 还有门下省 就是专门负责審议的 另外上书省呢 就是管执行的 三省的掌官都是宰相 那么宋代中书省的职权呢 就一直扩大 同书物院呢 就分管民武大权 上书省呢 后来就废了 到了明朝内阁呢 就是最高的政务机构 而内阁大臣呢 就称为父臣 首席呢 就叫做首富 也就是宰相 那么清朝的时候呢 还有军机处呢 皇宫尚书等 这些军机大臣 掌握着政府的大权 而六部 就是指尼部 尼部呢 就是管这个官吏的任免 考核 和升降等等的这些事务 那么另外呢 就是户部 就是专门管土地户口 以及财税的 而礼部呢 就是专门管一些典礼啊 科举啊 学校 等这些事务 那么还有兵部了 兵部当然是管军事的了 刑部呢 就是专门管司法刑辱 那么还有工部 就是专门管工程营造啊 团田水利啊等等 那么各个部的长官呢 就叫做尚书 那么负职呢 就叫做侍郎啊 那么下设郎中 负职呢 就是园外部 而下属的官员呢 就有主事啊等等了 那么另外呢 中央呢 还设有一些专门的机构 和一些官员 就负责管理 国家的图书啊 还有编修些什么历史啊 制定历法啊 这些工作 好比喻 我们所知道的司马迁 张恒 都曾经做过太史令 好了 那么说到范三郎呢 这次做了礼部大夫 那么这个职呢 真的不小的 到了今时今日 依錦还乡 回来之后啊 会不会娶郭丁香做老婆呢 我明天再说 就会感谢您的 一定会不会 我明天再说 来你们 下一个好词 我明天再说 我明天再说 这些人 我明天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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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明天再说